同學同學我們先來認識一下 數學、物理、化學、地球科學 所有自然科學裡面 我們經常會用到許多的符號 這堂課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 我要你學會這些符號怎麼唸還有怎麼寫 因為這些符號會出現在你將來的人生裡面 所以你從今天開始 你就要把這些符號把它記下來 當然這裡譬如說老師這裡有好多符號 有一些常用的一定要記下來 有一些不常用的大概知道一下 不記也沒有關係 這樣聽到了 那等一下我會問同學你就跟我互動一下 我想知道你們到底會不會念這個東西呢 我們看到希臘字母左上角第一個 來他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怎麼唸 阿法 阿法非常好 會唸嗎 這唸說阿法 阿法 這一個很重要 來 請你拿出你的紅筆 或者你的紅筆 把這個交往封起來 這一個是一定要會念的 每一個是妥協 這個一定要會 這個唸從阿法 這樣可以好 這個一定要會喔 這一定要會的 這是一定要會的 這個唸從阿法 來唸一次吧 阿法 阿法 沒有問題 來接下來我們看到他下面這一個 長得很像V 但是呢他的尾巴特別長 這一個怎麼唸 Beta 這個唸做Beta 很好 這個唸做Beta 阿法 Beta 這一個也一定要會 這一個一定要會 然後再下一個 長得很像R的這一個希臘字母 這個也一定要會 這一個怎麼唸呢 Gamma 很好 阿法 Beta Gamma 這三個都會喔 這樣沒問題 目前只有三個人 有沒有問題 這一個唸 阿法 Beta Gamma 好 再下一個 下一個長這樣 來 有沒有人會唸這一個 Delta 這唸 Delta 沒錯 羅馬 這唸Delta 這一個 我用紅色紅筆 比較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你還是要知道一下 這個唸做Delta 好 Delta 然後再下一個 很少用 這一個不計沒有關係 我可以很明白的跟你講 但是你要不要試試看 他怎麼發音 這怎麼唸 這唸 這唸F F 知道一下就 這沒有關係 這唸F OK 然後在下面你再看喔 下面有一個Zta 再下一個Zta 再來下面有一個Zta 這兩個也很少用 所以這兩個如果你不想記 其實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接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來 這一個一定要會 請你把它空起來 這一個要會唸 通常我們會用它來表示某一個角度 來這個怎麼唸呢 這一個符號 Zta 這唸做Zta Zta 這樣可以嗎 這唸做Zta 來我們複習一下喔 黃色粉筆空起來的 所以你一定要會唸 來同學這唸什麼 Capa 很好 Beta Gana Zta 沒有問題喔 好 Zta再下來 有一個長得很像K的 那個唸做Capa 但是這個也很少用 很少用 所以我就不寫 然後接下來有另外一個 來這一個 Landa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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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Capa下面有一個Landa 那個Landa 沒有關係 這個Landa 其實有時候會看到 這個Landa 來 我用紅色粉筆空起來 有時候會看到 但是不是很常用 這唸做Landa 然後Landa的下面有一個 比較純用的符號 來 這一個符號 你要試著去寫它 然後你要會唸 有沒有人會唸這個符號呢 怎麼唸 怎麼唸 這個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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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好 這唸 然後下面有一個 下面有一個長得很像B的 那個唸 那個沒關係 然後在下面有一個長得很噁心的 那個唸C 或者唸C 這個沒有關係 就過去就好 接下來請看到U半部的部分 U半部的部分 U半部的部分有一個 每一個同學一定都會發音的 圓周率 這怎麼唸呢 來 這唸Pi可以吧 然後Pi的下面 有一個長這樣 這一個比較不常見 知道一下就好 來 這個怎麼唸 你要不要發音套 看看 這個唸Low 這個唸Low 然後接下來 這一個 這一個就很重要囉 這一個用黃色粉筆框起來的 我只要用黃色粉筆框起來的 都代表很重要 要會唸也要會寫 黃色粉筆框起來的 都要會唸也要會寫 其他的我不強求 這樣有聽到嗎 這個怎麼唸 Sigma Sigma 非常好 S-I-G-M-A Sigma Sigma的下面 有一個唸T 那個唸T 那個不是很重要 那個大概知道就好唸T 然後在下面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長得很像那個7-11的那個觀眾組 那個丸子有沒有 一個組先插過去 這一個要會唸喔 來 請你把它框起來 有沒有人會唸這一個希臘字 有人唸V 外國人很多人唸V 但是我個人比較喜歡另外一條唸法 叫做Fy Fy 我個人唸Fy 但是國外有一些人唸V 唸V 唸V 都沒有關係 這個唸法大家會有一點落差 但是喜歡怎麼唸就怎麼唸 我個人會唸Fy 你要唸V還是唸Fy 隨便唸 都是對的 這樣可以嗎 OK 然後在下面 有一個 CHI 長得像X那個東西喔 那唸區語 但是那個沒關係 這個很少用 在下面那個 長得很像 這個應該怎麼講 這個符號長得有點奇怪 這個唸Sci PSI 對 三叉那個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那個 三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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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個唸Sci 那個唸Sci 那個也很少用 接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 Omega 對 這個唸Omega 請你把它框起來 這個是你要揮 來 這個叫Omega 好 然後下面有四個 也是很重要的東西喔 來 這一個 這個唸什麼呢 這唸Gamma 當然有些同學到這邊 他心裡就會覺得說 幹 老師你這樣很奇怪啊 這唸Gamma 來 同學你看我黑板 這個唸Gamma對不對 嗯 剛才是不是有一個人唸Gamma 對啊 是哪一個人 像R的那一個 像R的這一個唸Gamma 好啦 那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為什麼他們兩個都唸Gamma 他們兩個表示圖一件事 不是 一個是大寫 一個是小寫 這樣你懂 希臘字母的分大小寫 這是小寫的Gamma 這是大寫的Gamma 對 都唸Gamma 一個是大寫 一個是小寫 這樣可以 OK 然後再來喔 這一個也要會 Sing Sing 這個唸Sing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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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唸Sing 這樣可以嗎 這唸Sing 會唸嗎 會唸嗎 會 然後再來 下面這一個 Omega 國中 李華有沒有學過 這個東西 0.0.0 有念過國中嗎 0.0.0 這唸什麼 Omega 然後最後 三角皮 第二塔 第二塔 好 來先看一下我們這堂課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教會同學念這些常用的希臘字母 等一下我會隨機點然後同學你現在就把它記起來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如果我們這第一堂課我們慢慢的 國中跟高中的教材貨差很大 高中比較難 這是廢話 你國中基礎如果不好 這高中學起來會比較興奮 但是我們還是會從最基本的開始教 來同學 我們先帶同學來念一下 這個怎麼念 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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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貝塔 這個呢 幹 這個念做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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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 Pi 這個念 A 這個念是什麼 B 這個可以念B B B 也可以念Fy 我個人是念Fy 我個人是念Fy 這個念什麼 Ga Om Singga 這個念Singga 這個念什麼 Mu Mu 這個念什麼 Omega Omega 這樣可以嗎 這樣OK嗎 慢慢的去熟悉這些符號 好 來 那我們前半堂課大概就先到這邊 然後我們接著就準備 可以看我們接下來的內容 接下來的內容 當然是要去談一個 同學都很熟悉的東西 其實我也不知道你們到底熟不熟 有啊 有熟 好 我們接下來看到我們行階教材的那個 主題一要 我們要談所謂的必達哥拉斯定理 必達哥拉斯定理有聽過嗎 簡稱叫必施定理 然後又叫三高定理 又稱為叫鉤土定理 這個定理到底在講什麼 這個定理是針對一個幾何圖形來說 是針對哪一個圖形來說 三角形 是三角形嗎 直角三角形 對 是直角三角形 來 同學你現在筆記跟著我一起寫可以嗎 跟我把這個圖畫上去 跟著我一起畫吧 直角三角形 它有三個邊 A 這個叫V 這個叫C 這個腳叫圈圈 這個腳叫叉叉 慢慢講 90度所對的這個邊 這個邊 我們知道大腳對大邊 對不對 這其實你們有一些基本概念 這個邊 它有一個名稱 它稱為叫什麼邊 對 它稱為叫斜邊 你把它框起來 然後把它擠下來 直角三角形 90度所對的這個邊 它比較特別 它自己有名字 它稱為叫做斜邊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然後所謂的B式定理 它在講什麼東西呢 B式定理 一意思就是說 只要是直角三角形 我問你喔 同學 直角三角形有幾種 有無限多種 有一些比較胖對不對 有一些比較瘦 有一些是等腰 對不對 就你懂我意思嗎 反正只要有直角 有一些人長得比較瘦 有一些人長得比較胖 對不對 直角三角形有很多種 有些比較大 有些比較小 如果你拿那個哆啦A夢的那個道具 放大縮小等 等比例放大 等比例縮小 只要你是直角三角形 永遠都會滿足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那個叫B式定理 B式定理在講什麼 斜邊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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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等於兩虎的什麼 平方 一定會等於V平方 再加上 C的平方 好 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相信在座女的同學都知道這件事情 不過 我今天要講的是 小學這件事情為什麼它是對的 為什麼 在我的認識裡面 大部分的學生知道這個結果 但是如果你問他說為什麼這個結果是對的 其實很多人他並不會解釋 因為很多人學數學 他只背下來而已 這樣你懂 因為很多人他會跳過理解的那個步驟 他會直接把結果記下來 然後考試出現題目 就帶進去 然後就算出來 比如說自己在幹三小 你懂我意思嗎 很多人是這樣學的 所以他根本沒有理解 就是 為什麼這個等號會成立 他不知道 他從來都不知道為什麼這件事是對的 可能老師也沒有教 或許 來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這可以證明 那個叫什麼 他的證明方式好多種 超多種的 聽說有上百種 對不對 他證明方式有上百種 好像是吧 我提供其中一種給同學當作參考 來你的筆記跟著我一起寫 我們現在把這個傢伙 來把這個傢伙把它放在 來放在邊長而已 V加C 的什麼東西呢 正方形 這沒有關係 因為說真的 我也不知道你國中的程度 到底到哪裡 那可能有些同學 像我以前教過一些學生 他說 老師你不要適合我的程度 我程度很不好 我國中都在睡覺 我都不知道國中老師在講什麼 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們就當初你什麼都不會 從頭到尾教一次 這樣可以嗎 你說老師怎麼證明這件事情呢 我慢慢教 我們現在把這個東西放在邊長為V加C的正方形內 簡單來講 這是一個技巧 這個技巧是什麼呢 你要創造一個正方形 你要創造一個正方形 這個正方形他每一邊的長度是誰 是V加C 我們現在把這個正方形把它創造出來 來 我們現在把這個正方形創造出來 我們畫一個正方形 差不多啦 畫一個正方形 然後他每一邊長度是V加C V比較長C比較短 所以或許是這樣 這一段是B 這一段是B 這一段比較短的是C 然後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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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一段是B 這一段是C B C 來 來 我的鳥 V C 這樣可以嗎 我現在創造一個正方形 他每一邊的長度都是V加C 然後呢 接下來做什麼事情 同學我把這一段把它連起來 這樣可以 這個是直角 來 我覺得 這裡 年 第一段 公衃 這邊 我們 就坐吧 我們 進行